中美關係近期都是淡風吹出來了 很多因素都令到市場有點擔心 最叫做引爆的一個導火線 就是歸咎中國在今次這個疫情處理不力 接著又拉回頭究竟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會不會重新來過 推倒重來 接下來第二階段又怎樣呢 接著又拉到金融戰 又說中概股去美國那邊 有些限制也是收緊了 感覺就是如果兩國越來越多戰線開出來的話 關係似乎只會向惡化那邊走 現在我想比較複雜一點 剛才你說了很多 都是由這兩年演變來的 中美貿易的糾紛和談判 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 其實你說還有沒有談 現在我想大家都是朋友 不過不想聊天 所以現在第一階段 究竟落實買的貨物 其實是否會繼續做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現在氣氛真的比較差 不僅僅是中美貿易糾紛的背景 再加上今年的疫情 病毒的擴散 歐全球 即是歐美 甚至是中國自己本身 都受到疫情 經濟下滑的速度和影響都比較大 接下來這個世界永遠都是這樣 很簡單 貧賤夫妻都白事開 沒有錢就好 一窮便很多問題都會發生 現在全世界都向著 經濟衰退的方向下 即使現在政府印很多錢出來 也不窮 那麼多錢在這裏 但問題是政府做貨幣政策 或者是用財政策去支撐經濟 一方面是錢多了 但一方面 其實每個國家 無論是政府 其實負債也是多的 這些當然你說 不要拒絕了 搞好現在才 然後這些 這些是沒問題的 我覺得其實 因為你現在這個方法都用了 所謂QE 或者政府入市這種形式 都已經由2008年金融海事 到現在都持續了 差不多10年以上 似乎就收不到手 好像吸毒那樣的上懷癮 有頭暈身慶 小小事你都吸一劑 我覺得其實 那個前景 不要說是中美 全球面對這個不平衡的狀態 其實爭吊一定多 其實很多事情 就是利益劃分不到 在面對一個共同的問題 例如抗疫上 理論上 感覺上 應該說 各國是真的要攜手合作的 但問題是 就好像Alan這樣說 去到利益面前 又真的有些位置 不妥協 其實國安系上 就真的 很難說 表面可以做到 很和諧的合作 沒有 現在表面應該都沒有 你看最近 大陸 去澳洲 本來兩個地方 都很友善 現在都很麻煩 你看他在香港推過國安法 這也是反映著 一件事 他擺明是做給全世界看的 即是擺明告訴全世界 其實中國和現在全世界 尤其是美國 西方 那個關係已經斷裂了 可以說是一刀兩斷 那一刀兩斷 那一刀兩斷 是不是去到一些金融層面都斷了 如果金融層面都斷了 那個影響就很大 我相信 但如果真的好像KC這樣說 去到全方位 各個戰線都在打 哪一個國家輸得會更慘烈 可不可以做到比較 各個都輸 如果這樣打法 即是沒有什麼贏家 但是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去中國化 都不是現在的事 說的是 十年八載 或者最少五七年以來 都有這樣的現象 這個交易 process 這個去中國化的過程 你見到外圍的經濟增長 是沒有什麼大影響 但是中國的經濟增長 所以 如果這個位置 跟外圍一起 以一滴N 我想 大陸這邊一定會受傷 一定會受傷外圍 當然 現在這樣的環境 大家都蕭條 外圍都不會好得很多 可以這樣說 我怕可能會再衍生一些變數 因為當你本身經濟這麼差 時再搞這些事情 可能衝突不止 限於淺銀償 會再升級的時候 那條數真的很難計 到時究竟有多少損傷 利益的重整會怎樣 我想很亂 你見到外長王毅都說過 究竟會不會真的要推向一個新的冷戰 美國又說可能要做制裁 我怕不是冷 是熱 現在都冷戰 打打打打打就生氣了 是的 還有華為問題 接下來星期四又有一個裁決 就算慢慢周外 這些都會影響著中美關係之間的一個變化 大家都要繼續留意 節目時間到此 再會